历史中曾经出现过许多被称为红颜祸水的女子 她们大多有着倾国之姿 最后却往往沦为帝王推卸责任的工具 张丽华就是如此 张丽华是南北朝时期南朝陈后主陈淑宝的妃子 她的童年生活极为悲惨 为了能够维持基本生计 张丽华的父亲及兄长只能靠编织草席为生 公元568年 年仅10岁的张丽华被父母迈入宫中当侍女 虽然地位相对较低 但她却凭借自己出色的容貌 从众多宫女中脱颖而出 16岁时张丽华被陈淑宝一眼相中 自此开启了她人生的新篇章 她先后为当时还是太子的陈淑宝生下了两个儿子 母凭子贵张丽华的地位不断飞升 公元582年 陈淑宝继位始称陈后主 之后马上封张丽华为贵妃 享尽无上荣耀 张丽华的受宠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她不光有着出众的容貌 都有其他妃子难以企及的智慧 就连国家正式 陈淑宝都会和她商议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张丽华的野心越来越大 她与朝臣内外勾结 致使朝廷法纪遭到严重破坏 而陈淑宝又整日花天酒地 无心政治 最终致使陈朝走向灭亡 当隋军兵临城下的时候 陈淑宝风才如梦初醒 可为时已晚 只得成为隋王朝的一位俘虏 而张丽华也惨遭隋军斩杀 十年三十岁